很多人都害怕或担心家里出现白蚂蚁 那白蚁到底害怕些什么东西? 你好,我是Alan 今天我就要和你们分享白蚁最害怕的六样东西 第一,光线 除了飞出窝的繁殖性白蚁会向着光线飞行 其他的冰蚁和弓蚁,眼睛已经退化 但是能够感觉到光线的强和弱 负气光性的白蚁是为了防止在光线下脱水 或遭到其他天敌侵蚀 所以白蚁不喜欢在光线下活动 第二,寄热 白蚁的外骨骼非常的薄 太热会因为体内的水分蒸发而脱水死亡 所以需要建造蚁道来保护自己 白蚁会因为酷热的环境而取食速度缓慢 因为白蚁在高温下会死亡 所以也会有人喜欢用热水或直接用火来消灭白蚁 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第三,震动 白蚁非常的敏感 一点的震动都会退回安全的蚁道内 等到安全后才会来 也会因此而封闭蚁道 另外寻找新的食物来源 发现白蚁侵蚀物品时 切记不要马上移开白蚁侵蚀的物品 那样只会造成白蚁失去食物 而扩散到其他地方寻找食物 第四,杀虫剂 一般的杀虫剂和白蚁药水就可以消灭白蚁 可是只能杀死表面上被杀虫剂接触到的白蚁 庞大的地底白蚁族群超过百万只 你可能只是消灭了不到5-20%的白蚂蚁 然而之后的白蚁会防卫性的封闭一道 造成扩散到其他的地点 第五,味道 白蚁非常的敏感 只要有任何的异味 就会担心会把毒素带回白蚁窝内 所以就算是你喷酵素 香精油都好 只要白蚁感知到就会回避 另外寻找新的侵蚀地点 第六,天敌 许多的白蚁有寄生天敌 如真菌、细菌、病菌寄生虫和蚌虫 都会引发白蚁疾病 导致整个白蚁窝灭亡 另外,白蚁和纷飞的繁殖性白蚁 是很多动物和昆虫捕食的对象 它们的天敌包括 蚂蚁、蜘蛛、蜻蜓、青蛙、鸟类、穿山甲 鸭嘴兽、黑猩猩、食蚁兽 还有专业的灭专家等等 最后总结 其实白蚂蚁会害怕和非常的敏感 是因为它们担心庞大的白蚁窝会灭亡 所以任何的危险 它们都会尽量的回避 发现白蚂蚁 我们要做的是彻底的消灭整个白蚁窝 我是Alan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如何消灭和预防害虫的方法 可以直接联系我 获得免费的咨询 另外 你的按赞、订阅和分享 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你的收看